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在我旁邊的有焦焦 Hello 大家好 我是焦焦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討論一下自殺個案 在開始之前請大家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會和大家輕輕鬆鬆找真相 好了 焦焦 我們討論一下自殺個案 我們今集討論一下自殺個案 但我覺得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有一件事要說得清清楚楚 就是我們現在討論自殺個案 絕對不是想去幫警方辯解謠言的問題 因為李龍尚人來說 其實他要證明警方殺了人 根本沒有證據 應該是他們提供資料 舉證的責任是他們身上的 誰主張誰舉證 沒錯 其實我責任在他們那邊 但為何我們都要說這件事呢 因為香港沒辦法 香港有太多愚蠢 沒錯 因為香港有太多黑記 黑媒 還有假新聞 有太多愚蠢 受到瘋了的市民 所以為何我們會專門找一集 講自殺個案 所以我們想跟大家解釋 其實每年來自殺個案 都是 差不多 因為我們想用一個真實的數字 去告訴大家 真相是怎樣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在2014年的時候 全年的自殺個案 有107宗 2015年有1022宗 2016年有954宗 2017年有918宗 2018年有955宗 2019年有1042宗 其實如果看回2019年的數字 跟以往 這麼多年來說 是差不多 差不多 是有輕微少少上升 輕微 但它上升 我覺得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為何會上升 因為有一群黑記 有一群黑毛 不停地跟現在的年輕人說 你沒有前途 你沒有希望 你爭取不到民主自由 你的前途就沒有了 香港玩完了 你們沒有希望 沒有前途 香港政府都益了大陸人 到時就是大陸人的天下 你們就沒有定棋 就是因為你們 不停地煽動這些仇恨 亦給了一個絕望的虛假的資訊 令他們自殺 所以其實在一個禁止他們營造的絕望環境之下 人們選擇去自殺的機會率 是相對地高一點 沒錯 其實機會率是相對地高的 亦都這樣說 其實2019年自殺個案 是輕微上升了 但大家要想一下 因為2019年的氣氛是怎樣 2019年6月開始暴動 還有你不要忘記 曾經我記得有個自殺個案 跳下來的那個是藍絲 是因為小孩和他政見不合 小孩是要出去暴動的 而那個爸爸是反對暴力的 和他叫殺棉之後跳樓的 其實上升的個案 其中包括這些 還有因為大半年內 暴動和發生了這些事情 有很多人 有精神病的朋友 他們的病情都會嚴重 嚴重的話 他們可能看不開 都會自殺 是的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在報道自殺新聞上 在一個國際的慣例上 是有些守則的 就是不可以去美化自殺的行為 但我們看看以往 這麼多個月內 尤其是最初的時候 那幫黑記怎樣去美化這些自殺行為 說他們是烈士 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自殺是很光榮的 是的 我們要回顧一下 其實在2019年暴動的時候 有一個女學生自殺 而自殺上面有懷疑他的遺書 假設這個遺書是真的話 其實他也是被黑記累死的 沒錯 其實是黑記累死的 是蘋果日報 讀那個日報真的累死他 所以你們這些記者 全部都是滿手鮮血的 現在所有因為這件事而死的人 全部都是你們一手造成的 沒錯 因為如果這個遺書是真的 當時人寫的話 其實他的子女已經告訴大家 他覺得這個反守衛事件很重要 如果得不到的話 他們是會自殺的 所以為什麼自殺的數字有輕微上升 其實你們這些黑記 也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的 他們去浪漫化、英雄化 這些自殺行為 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推一群年輕人去死 是的 其實這群人 你們真的要小心報應 他們是用一支筆去殺人 是的 真的用一支筆去殺人 好了 我們說回2019年是有上升的個案 輕微上升 當中的上升的原因 包括有情緒不安的精神病人 因為暴動的事件 而令到他們的精神緊張 以及狂躁了 導致他們自殺的機會都會增加 第二 有傷戶 亦都因為沒有生意 經濟壓力問題 經濟壓力而自殺 第三 有學生可能因為被黑霉美化了 還有因為覺得反修理事件很重要 爭取不到 情願去死 被你們黑霉美化了 而自殺的又有 第三 第四 就是什麼 什麼 其實說完了 其實就是這三點 還有這個數字 我們剛才說的自殺數字 其實是一個什麼概念 我想說的概念就是 其實每天平均來說 每一天都會有2.5至2.8的人去自殺 什麼意思 就是一天兩宗到三宗 所以現在的人經常說 每天都有人死 每天都有人跳樓自殺 其實每天都有人死 事實上 真的每天都有人跳樓 有人自殺死 你每天都有人出生 難道每天有人出生 你又覺得很奇怪嗎 就是 所以其實他們這些謠言是基於什麼 基於無知 真的無知 如果你不看回這些資料 其實你不會發現 2019年的自殺個案 其實是微輕微上升了 但是你要看回 2019年發生什麼情況 就是我剛才說的三個原因 沒錯 黑記的令到青少年絕望 第二 經濟壓力 第三 精神病人的困擾 全部都是你們黑記搞成的 是啊 還有我們可以看看一些 再細節一點的數據 2016年和2018年的數據 我們這些數據在薩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拿回來的 在他的年報中 我們說回最多人選擇 或者現在他們經常說的 跳樓 吊頸死 還有跳海 浮屍 其實數字有多少 如果2016年來說 吊死是有200年6宗 跳樓呢 514宗 跳海呢 50宗 如果這樣除雲 原來是一天兩宗 如果在他們來說 原來死了幾百人 就在警方做了 如果經過他們的描述 接下來我們看看 2018年 吊死的 204宗 跳樓呢 490宗 跳海呢 44宗 原來真的一天平均兩宗 跟剛才的平均數一樣 2至3宗 所以他們的朋友經常說 為什麼每天都有人跳樓 為什麼沒有可疑 喂 事實真的沒有可疑 如果你這樣說 是不是你們所謂的黑警 2014年已經開始殺人 用腦袋也想到 正常 有腦袋就不會是YC 每一集都要說一次 每一集都要一次 所以其實那群YC 他們全部是無知 沒有分析 沒有思考能力 另外我們再說 之前另外一件事 叫做屍體發現案 其實屍體發現案 這件事 我們在之前有一集都說過 不過我們這裡再輕輕地看一看 其實這個屍體發現案 定義是什麼 是宋院前 或者宋院時死亡 即是病死 意外死 自然死 全部都是屍體發現案 但是那群黑記和黑梅 他們把這個字眼 都推向警方 全部都說是屍體發現案 因為這個字眼很容易令人誤導 他再刻意誤導 令人想到這個屍體發現案 就是謀殺的意思 但其實我們再重複跟大家說 屍體發現案的定義是 一 病死 第二 意外死 第三 自然老死 沒錯 並不是你們所說的謀殺 甚至連自殺也不是 沒錯 所以其實也是說回剛才那句 那群YC經常說這些謠言 是基於什麼 無知 還有抹黑 無知 沒有獨立思考人能力 這樣 記者那群 讀過那群 就肯定是知道的了 他們抹黑的 而相信那群 就一半 一半是真的無知去相信 而有一半是想令自己 合理化 即是令自己更加不想認錯 繼續支持這些暴力 就是寧願相信的 是的 我們今集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說說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